第3515章收获颇丰 时间紧急 柳无邪要速战速决 等拿到足够的神经跟积分后 前往功德殿 兑换自己想要的物品 冰神印形成排山倒海之势 将面前的战魁 直接淹没掉了 不一向突然一晃 前方出现一丝亮光 大量的神经摆在地面上 足有十几箱 好多的神经 粗略看了一眼 足有一千万左右 一旁凸起的主子上 写着一万积分 两者柳无邪只能选择其一 先拿神经 积分不着急 越往后积分越高 柳无邪大手一扫 一千万神经收入囊中 已经从这里 获取接近三千万神经了 等凑够了一亿神经就收手 打定主意后 继续朝不一向深处掠去 刚略出去几十丈 前方出现两道人影 奇怪 怎么出现了两名战魁 顿住身体 目光落在两名战魁的身体上 修为不低 都是天神二重镜 战 一个蹦射 手持破日剑 迅速跟两名战魁交战到了一起 为了节省时间 即出神行五岳掌 将两尊战魁镇压在原地 杀 破日剑横扫而出 两名战魁突然定住了 身体无法动弹 被柳无邪一剑封喉 呼啦啦 击败两名战魁的那一刻 前方出现更多的神经 柳无邪嘴角都笑歪了 三千万神经 看来楼刚说的没错 以后没有资源了 可以到不一向来力练一番 将三千万神经收起来 继续往里深入 跟刚才一样 略出去没多久 就被战魁拦住去路 这次出现的是三尊战魁 修为在天神三重镜 越往后走 难度越大 普通的真神镜 根本无法走到这里 击败他们三个 最少能奖励六千万神经 这样就能凑齐一亿了 柳无邪舔了舔嘴唇 即出地狱圣殿 朝三尊战魁碾压下去 咔嚓 三尊战魁直接被震碎了 仅仅一招之间 就将其战败 不一向战魁受损的消息 已经惊动了镇守不一向的长老 正在派人过来调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如柳无邪所料 击败三尊战魁 足足获得七千万神经 加上之前六千万 已经获得一亿三千万 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下一官只取积分 随后离开不一向 柳无邪深吸一口气 略出去没多久 这次出现一尊战魁 不过这尊战魁的实力 深不可测 天神六众 柳无邪面露疑惑之色 按理说 接下来出现的不应该是天神四众吗 殊不知 柳无邪早已在终极难度通关了 刚才那一官 已经进入高级难度 不等柳无邪做好准备 战魁率先出手 骇然的天神六众之势 逼得柳无邪往后退了好几步 来得好 正好检验一下我的战斗力 柳无邪不退反镜 手中破日剑横扫出去 枪 一股强横之力 将柳无邪震飞出去 好强的力道 这尊战魁身前的战斗力很不简单 柳无邪暗暗吃惊 手持破日剑 再次冲上去 调动十二分力量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不一相虽然能获得大量的神经 但也危险重重 这些战魁没有任何思想 每年不知道多少弟子死于不一相之中 玄聘之门 东皇神鼎 柳无邪双管旗下 尤其是玄聘之门 吸收混元经之后 玄聘之门裂开的缝隙 逐渐有愈合的迹象 最直接的结果 玄聘之门的威力 提升了不少 通龙 不一相传来剧烈的轰鸣声 这名战魁被玄聘之门镇压住了 跟柳无邪猜测得差不多 玄聘之门勉强能镇压住天神六重了 想要将其击杀 还远远不够 趁此机会 东皇神鼎悍然出手 他现在可是堪比天神器 崩 那名战魁直接被东皇神鼎撞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不一相的墙壁上 并没有战败 一个蹦射 再次朝柳无邪袭来 土杀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柳无邪只是举其手掌 一尊巨山狠狠碾压下来 就在柳无邪以为能击败对手的时候 战魁身体诡异地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一道残影 不好 柳无邪按道一声 立即召唤第三元神 请客间 周身涌出一道透明色的防御罩 这是归神秘法 轰 柳无邪感觉自己浑身骨骼都要散架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名战魁出现在自己面前 一剑劈下 强横的龟神防御 出现了大量的裂痕 可想而知 这一剑的力量有多强 好险 好险 如果不是龟神甲抵挡住了这一剑 自己恐怕已经被一剑劈开 柳无邪一脸惊恐之色 达到天神六重镜 都会修炼一些秘法 这些秘法可以在短时间内 爆发出极强的力量 回想起刚才那一剑 柳无邪一脸心有余悸 这是你逼我的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龟神甲抵挡住了大部分力量 肉身基本没受到什么伤害 双手结印 无边无际的气浪 从四面八方涌来 地狱圣殿 召唤一声 地狱圣殿遮天蔽日 将整个布衣像笼罩起来 纵然占魁有三头六臂 都无法避开地狱圣殿的碾压 金刃 木困 双管齐下 轻松困住了这名战魁 可以结束了 破日剑长驱直入 直接斩下这名战魁的脑袋 一气呵成 没有任何托尼带水 击败这尊战魁后 柳无邪战在原地 回忆刚才这一战 战魁虽然保留了生前的战斗技巧 毕竟是死的 如果遇到真正的天神六众 恐怕会是一番苦战 不一项之行 基本清楚了自己的战斗力 柳无邪心中暗存 前方闪烁出大量的神光 这次呈现出来的神经 竟然达到一亿枚 柳无邪很心动 却看向一旁突起的主子 十万积分 当看到主子上显露出来的积分 柳无邪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 普通的那门弟子 做一个任务 运气好的话 能获得一千多积分 运气一般的话 也就一二百积分 除非是那些顶级真神镜 接那些比较危险的任务 有机会一次能获得好几千积分 平均一年下来 最多也就一两万积分 柳无邪道好 击败了天神六众战魁 直接获得十万积分 跨越这么多级别 想想倒也正常 抽柳无邪记出自己的令牌 将十万积分收入囊中 凭借十万积分 肯定能换取不少有用的资源 甚至能兑换出来一些珍贵丹药 帮助自己突破到真神三重境 武神大比不容有失 龙一鸣都突破到天神五众 其他宗门必然也会有妖孽出现 以他现在的实力 对付天神五六众已经是极限 如能突破到真神三重 胜算更大 不一向外面 楼刚他们早就出来了 柳师弟哪里去了 四周空无一人 贺子琼疑惑地说道 估计已经回去了吧 康玉秋开口说道 那我们也回去 说完 楼刚带着他们两个 朝望江峰赶去 此刻 不一向大批长老赶到 就在不久前 他们感知到不一向传来剧烈动静 随后好几尊战魁被彻底毁灭 每一尊战魁体内 他们都留有印记 如果只是砍断手脚 或者砍下脑袋 他们都有办法将其修复 如果被碾压成鸡粉 就算是神皇前来 也没有办法复原了 每一尊战魁 宗门耗费了许多心血 才打造而成 毁灭一尊 对不一向来说 都是莫大的损失 这一切柳无邪浑然不知 他已经离开了不一向 只要往回走二十丈 便能看到出口 踏出不一向 发现周围多了很多人 楼师兄他们哪里去了 柳无邪环顾一圈 没有发现楼刚他们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一向怎么来了这么多长老 大部分弟子 都是过来看热闹的 好像有人摧毁了好几尊战魁 这才惊动了不一向长老 知道内部消息的弟子 小声说道 柳无邪醋了醋眉 赶紧离开不一向 要是让不一向长老知道了 肯定会找他问话 虽然摧毁不一向战魁不算触犯规则 柳无邪暂时不想节外生枝 自己击败天神六众的事情 还需保密 没有返回望江峰 而是直奔功德殿 明日就要代表宗门参加武神大比 柳无邪趁着最后一段时间 武装自己 乘坐传送阵 很快抵达功德殿 路上的时候 他已经想好了要兑换什么东西 第一要兑换刻画天师符的材料 第二想要兑换两枚焚血丹 这种丹要不具备突破境界能力 市面上也很少见 主要作用 可以焚烧精血 有一定的概率 能帮助你突破境界 一般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没有人愿意吞服焚血丹 柳无邪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武神大比即将开启 今日必须要突破到真神三重 见到柳无邪的那一刻 郑长老脸上流露出怪异之色 挑战当日 郑长老跟成店主就在现场 你过来做什么 郑长老语气不是很好 他们已经选择跟龙长老在一条战线上 自然对柳无邪没有好气 我来这里 当然是为了兑换资源 柳无邪冰冷地说道 岂能看不出来 郑长老有刁难自己的意思 那你可知道兑换规则 郑长老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 柳无邪刚成为那门弟子 一个任务都没做 哪里来积分兑换资源 第3516章反打脸 柳无邪岂能听不出来 郑长老在故意刁难自己 凭积分 可兑换一切物品 面对刁难自己的郑长老 柳无邪压制住内心的火气 心平气和地说道 既然你都知道 那你为何前来 你不过刚成为那门弟子 何来积分兑换 郑长老语气中带着一丝呵斥 认为柳无邪在无理取闹 郑长老的意思 只要我能拿到积分 便可兑换资源 我说的可有错 以免郑长老耍其他心思 柳无邪直接反问道 因为是上午时分 功德殿中还有大量弟子 就算是郑长老想要针对柳无邪 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是 只要你有积分 便可兑换资源 能兑换的资源都有公式 如果公式中没有 就算你有积分 亦无法兑换 郑长老点了点头 虽然他很想针对柳无邪 但这里是功德殿 还是要按照规矩做事 功德殿每天都有 公式兑换的物品 数量极其繁多 主要是方便弟子查看 哪些物品有 哪些没有 能节省大量的时间 进入功德殿之前 柳无邪已经看过公式了 今日展示出来的资源 多达几万件 自己需要的材料 这里面都有 既然如此 那正长老请给我兑换吧 柳无邪说完 拿出提前整理好的名单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着名字 多达一百种 围观的那些弟子 好奇地上前打亮一眼 当看到名单上的那些文字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这小子难道不知道 想要兑换这么多资源 需要好几万积分吗 就算是老子做了好几年的任务 也不过攒了一万多积分而已 他哪里来的底气 真不怕正长老将他丢出功德殿 聚集过来的弟子 正在小声议论 这小子不会脑袋有问题吧 这么多资源 他一个能用的完吗 各种说法都有 正长老接过柳无邪弟过来的单子 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怒气 柳无邪 你竟敢耍我 说完 正长老将名单又甩给了柳无邪 眸中寒光闪烁 正如周围那些弟子所料 公然挑衅宗门长老 这是做死的行为 正长老何出此言 我哪里耍你了 柳无邪笑盈盈地看着处于暴怒边缘的正长老 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既然是龙天中的人 自己也没必要跟他客气 这边闹出的动静 惊动了公德殿其他区域 又是好几名长老过来 连城殿主那边都收到消息 那小子不是柳无邪吗 我听说他跟龙长老定下三年之约 之前就有传言 此人脑袋不正常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加入内门仅一天时间 就跑到公德殿兑换如此多的物品 真以为天神殿是他家开的吗 想要多少资源可以随便拿 这些东西我刚才合计了一下 可是需要足足六万多的积分 内门弟子中能一次性拿出六万积分的绝对寥寥无几 众人都认为 柳无邪跑到公德殿就是来胡闹的 内门弟子中 拿出六万积分的绝对有 但都是那些老牌弟子 像柳无邪这种刚晋升内门弟子的 几乎不可能拿得出 不少弟子也猜到 柳无邪肯定去了不一项 借助不一项来获取积分 但积分数量 不会很多 不一项中的环境 他们非常清楚 纵然柳无邪击败了真神九重 获取的积分 最多也就五六千 距离六万 也相差甚远 要是知道柳无邪击败了天神六众 获得十万积分 不知道他们做何感想 近日又有热闹可看了 这小子还真是惹是惊啊 走到哪里 都能搞出一大堆的事情 聚集过来弟子越来越多 得知事情后 对柳无邪指指点点 我们静静地看下去吧 这下子不像是那种脑袋有问题的人 肯定不是无地方使 里一层外一层 将柳无邪为的水泄不通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道冷喝声响起 乘店主穿过人流 走到郑长老面前 店主 你来了正好 这小子列举了一百多种材料 前来供的店兑换 我初略看了一眼 需要六万多积分 我说他胡闹 这小子就赖在这里不走了 正打算将他丢出去 郑长老连忙上前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一时到处 听到柳无邪要兑换一百多种物资 多达六万多积分 乘店主目光中 流露出一丝怪异之色 他跟正长老想法不一样 虽然他巴结上了龙长老 但柳无邪如今是正长老看中的人 而且当日郑北原也说过 有一位大人物看中柳无邪 这才出手将他保下 连天神殿妻子都不敢招惹 那此人必然是天神殿老古董级别人物 最好的办法 两头不得罪 不论是龙长老 还是正长老 都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 柳无邪 你说说 这到底是咋回事 你为何要一次性兑换这么多物资 承店主目光落在柳无邪脸上 语气听不出什么 很平常的问话 宗门好像没有这条规定 不允许一次性兑换这么多资源吧 柳无邪语气平静 宗门规则 他早就守之 只要你有足够的积分 别说兑换一百多件 兑换上万件也没问题 承店主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 那请店主安排人给我兑换吧 柳无邪懒得跟他们啰嗦下去 兑换好了物资 他还要回去修炼 炼制天师福 你可想好了 一旦这些资源调集过来了 你拿不出积分 我可以给你定一个藐视之罪 将你送到执法堂 你应该知道后果 承店主还是好心劝告一番 希望柳无邪好好考虑清楚了 多谢承店主的提醒 请尽快安排吧 柳无邪象征性地感谢一声 至于承店主是真心提醒 还是做做样子 在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让人去准备吧 承店主挥了挥手 让郑长老快去准备 一百多件物资 需要一段时间整理 郑长老还想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离开 去调取资源去了 周围那些弟子没有离去 他们想要知道 柳无邪如何收场 时间一点点流逝 不知不觉过去一炷箱左右 东西都在这里 你看是不是这些 郑长老拿出一个储物袋 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 堆满了整个案子 足足一百五十多种 柳无邪简单检查了一下 正是他需要的这些东西 奇怪 这里面很多资源 都是刻画神符之用 难道这小子还是符道师 四周那些弟子迅速围上来 从柳无邪这些材料中 看出一些门道 这里面的大部分资源 都是刻画神符之用 少部分用于其他 焚血丹 这小子不会打算借助 焚血丹突破境界吧 难道不知道 吞浮焚血丹一个不慎 会导致精血枯竭 到那时就得不偿失了 当柳无邪整理出来 焚血丹的时候 四周传来震震惊呼声 这些材料没问题 柳无邪压根就没理会 周围的一轮声 将所有材料全部装入储物袋 对着承店主说道 一共六万三千积分 承店主给柳无邪爆出一个数字 柳无邪不紧不慢 从自己储物戒指中 取出自己的令牌 随后交到承店主的手里 天神殿弟子令牌 通过特殊制造 上面不仅能体现出来个人信息 也有本命魂印 更为重要 上面还能记录积分 承店主接过柳无邪弟 过来的令牌 当看到令牌上的数字后 身体一个猎切 险些一头栽倒 店主 你没事吗 见店主身体一晃 正长老连忙上前 朝店主问道 聚集在四周的弟子 全部撑着脖子 朝承店主手中令牌看去 想要知道 承店主看到了什么 为何脸上表情十分难看 没事 承店主很快冷静下来 目光再次看向柳无邪 不过这次眼眸中 更多是凝重之色 这些积分能告诉我 你从何处所得吗 承店主语气在也没有 之前那么高高在上 而是放低语气 朝柳无邪询问道 这个承店主无权过问吧 柳无邪当然不会告诉他 自己从不一项中获得 看承店主的表情 这小子不会真的拿出 六万多积分出来了吧 承店主的表情 周围那些弟子竟收眼底 如果柳无邪令牌上积分不够 早就对柳无邪发难了 既然出言询问 正明令牌上的积分 足够兑换这些物资 难道是正长老送给他的 也有人猜测 这些积分是正北原 长老送给柳无邪的 以正长老的地位 几万积分对他而言 如同九牛一毛 你不懂就不要瞎说 天神殿的积分有好几种 分为普通积分跟金色积分 想要兑换神剑塔之类的修炼场所 需要金色积分 兑换物资 只需要普通积分即可 而宗门那些顶级长老 他们使用的积分是赤红色 你看柳无邪手里的令牌 明明就是普通积分 一名弟子眼间 看到柳无邪令牌上的积分 这明明就是普通积分 所以不存在是正北原长老赠送 那就奇了怪了 既然不是正北原长老赠送 那些这些积分从何而来 每个人脸上充满着疑惑之色 此刻最难受的只有正长老了 因为他也看到了令牌上的数字